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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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3月1日 3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开局挺好的 升升升 大家看到的板块都看到 升了这么多 下跌的板块 即是不掌充的板块 即是石油、零售、银行、金属和确石 其他都全部都会升 这个就是比较好 不过大家看完之后 会不会觉得有一件事 升的股票里面 好像没有你持有的股票粉 因为很多的升幅 都不一定是很大 就是这样 恒星指数3月 第一个月开波 在这里是这样 这个礼拜 在较早之前 我曾经是大家说过 我预期恒星指数 是在1月升 2月和3月都会有调整 2月不行 继续升 臨到有迟来的调整 臨到最拉尾那天 才杀你下来 究竟2月是当你升还是跌 我都不可以这么说 3月份是会有调整 但调整到多久呢 我个人的估计 可能是在个别的股票 有些就在这个星期搞完 有些要在3月中 有些可能去到3月底 很简单 跌又要有一个次序 升又有一个次序 哪些会在3月这个星期搞定呢 一定是一些 不是一些所谓的科技股 我个人觉得 科技股这个星期只是反弹 弹完之后 它还应该可能会回下 回下之后 就慢慢试试试试试 这个是日线图 明显是见到 星期五跌穿了这个是中族 反弹上去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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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如果是这样的 可以跌穿 站回再升 否则 如果不是的话 就将会要再回市下面这个位置 这个现在大家看到了 个个都在280这个地方 过往一直我都在说 恒生指数 基本上在292是有个支持 我现在都是 比较接受292是个支持 280这个位置 所以我觉得未必会下跌到这么多 当然 由于已经去291 所以我一定要移低一格 去到280 有朋友问月秀地产 月秀地产 它最近 就是这个 弹升了在保利加通道的上族 这个星期 这个是周线图 其实是今天 因为今天是一周之次 它弹升了这上面 那么 5厘市盈 5倍市盈 6厘市盈 有一定的吸引力 如果以日线图来说 又不是很好 它仍在日线图 有一个通道的下族 因此可能 会再次回下少少 整个格局 我都认为是沉顶的格局 不沉顶 为什么又值得可以去买呢 我估计可能做一个是 后抽 后抽 回下这个后抽 这个就是底 然后这里有一个颈线 后抽 后抽之后 再跟着 上面 就可以看到是 1.8至2元左右 所以我就觉得 虽然它是下来 但我估计它是做一个后抽 后市仍是有力上升的 因此 就可以考虑一下 严格吸纳 有一位朋友 他问四环医药 很简单 四环医药 升了这么多之后 我一直都说 四环医药 是很多高手还服的 如果大家认为 不是炒得过人 就不要碰手 这类估计 周线图上面 它再下来 好了 日线图 是保利卡总道的中族 这个比较看得到 我估计四环医药 在这点之中 是稍微之后 还会下跌 下跌 因为它这个位 我估计它 是守不了中族 中族位 就是2.3 我们会看看 2.2左右 有朋友问 好不好投资起 一个是3067 安实恒生科技 我觉得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 现在很多科技股 跌下来 还考虑 对 跌下来便不买 难道在这里 这么高买 跌下来便可以买 跌下来便可以买 跌下来之后 接着要看什么呢 你不要看什么 你根本 如果预计持着 这些科技股的ETF 你真的想持着 它是一年半载的了 为什么要值得 在现在去考虑 去买 或者去到18元才买呢 因为看它 科技股这些东西 始终 一定会是要上升上来的 因为大势之所趋 所以 如果曾经被人打残了下来 没有什么所谓 我觉得 可以是少住 来到吸纳 一路慢慢买上来 那它再跌又如何 就断又再买 因为 我们知道 科技股 不是谭冠股 不是炭烧烫斗股 它们始终会有回来的日子 因此起这点可以考虑 这个日线图 当然是跌市 是市了保利加通道的下轴 因此 它为什么会在这里 现在要去买呢 18元左右买呢 没问题 低位是大约18.6 18.8 要去到18元左右 可能跌穿多些 那为什么会跌穿多些 那没问题 遇着这个科技股方面 那些人可能真真正的 心急起上来 茅起上来 就是真的要出货的 那为什么没有止蚀位呢 我自己觉得 这些是可以作为一个长线持有的 你买了之后 真真正正的 你就不要想着要炒来炒去 你如果没有这个心态的话 你就不要买这个东西了 因此 我是找到很低的低位 你跌下来 跌下来 跌下来 我就买你 跌不下来 算了 拜拜 完了 这个很简单 因为我没有想着要止蚀 我会跟你长相私手 跟你长相私手 我是不是要你很吸引 很吸引 很吸引 我才买你呢 就是这样 有朋友问 一个叫折冠 记住 八字头 这是创业版 最近也有很多资金流入 升势 在周线图上 坐火箭 从几毛钱 买了一身 升势 差不多4元 3.99元 4元 现在下来 当然 这个股票 在创业版 它是有很多创业的事情要做的 包括在上海搞事 包括要把以前那些等等 要转身 没问题 你肯做的话 我就肯给你一个机会 所以 对于这类股票 八字头股票 如果它是没有消息的 不要跟 它有消息跟着的 那是两个东西 第一 你看一下消息 是否实在还是不实在 它真正是实在的 很简单 看它是什么时候去执行 你可以去做 第二 对于这些股票 一升多之后 你不用想 回调百元之五十 下来 百元之0.618 下来 我才会再买你 因此 它去到这里 我觉得 它的阻力 大约在4元左右 这是3.99元 回来 两个半 现在两个七 我不要理它 两个七 两个半 我当你要做的 就是 保力加通道 做多少 两个七 再下来两毫子 左右 为何要这样做 这又是这样的 现在钱大了 是不是 钱作识 钱作识的人 就是客大 就是欺点 你不下来 我便不买你 不买的时候 它升上去 又怎样 算了 找个第二个 对于这些东西 特别要看一看 喂 你看市盈率 一千倍 不过 你又不知道 所谓科技股 会不会可以 像美团那些 突然之间 突然上去 是不是 所以 又恨 又痛 又怕 对于这些东西 只可以是小小的 你又当是买楼合彩 那样 遇着输 既遇着输 既遇着输 是否等到很低位 低位 始终 它升了上去 升了上去 你又怎样做呢 有两个东西 第一 如果升上去之后 升回你的本 你已经赚完本 你的利益 留在那里 不要拿 它可能会跟你 真正正不注意 升很多 是吧 你只要不蝕本 封了蝕本门 就说它才放置要 这个呢 在现在来说 炒一些所谓科技股 就需要 雖然朋友问 这个时章 我也不知道 第一 朋友问 可能你真真正正想有兴趣 第二 亦可能有部份的庄家 不小心 就问 你 让你推介一下 于是他就可以做得到 无论如何都好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第一 人不可以自清 就是自己清 一定要 混少少俗水 所以 就不要整个学立鸡群 它是一只鸡 我就扮帝 扮矮子 和那些鸡 一起 就搶食 搵食 因为这样 你才可以肥肥大大 到这些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一件事 对于所有 美丽的故事 等等一件事 这些科目股 你只可以用你的利润 和他还 或用很少住的钱 和他还 所以 因此 你如果赚到钱之后 尽量拿回本之后 那些利润 不要拿 因为你不知道他 真真正正正 他真的有法威 他真的要做事 你是不是要给他 大约有几年时间 去发达 如果他真真正正 去做事 你又真的收了那些本 你怎么不跟下去 那你是不是 就好像 有些朋友 有人 持着腾讯会发达 有人持着腾讯会 虚本 腾讯发达 那就是因为他相信他 以后 由二十几元或者几一元 持着现在 所以 你现在有很多科技股 有些可能性的东西 既然有这些可能性 你应该如何 留下利润在那裏 让他跟着上去 好 那这个就是日线图 那就是没有了 都是示范保利亚通道的 是种族 或者凸凸凸 接着有朋友问 京东集团 这个也是好东西 因为他还有很多 等等等等等等 什么东西 不过记住 消息还消息 现在的环境就是 消息不一定可以帮到你 特别在科技会上的消息 不一定可以帮到你 是一定要怎样 你客户应该知道 你不是赚钱 你不是派钱 你赚钱派钱 那就有人跟了 不赚钱又不派钱 不可以的 那无论如何 那我就觉得 去到现在来说 我估计还是调整美元的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有些这个星期还要反弹 之后还要继续跌 我觉得京东是其中一只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接着就是日线图 跌穿了保利加通途的中族 因此我估计它跌穿了之后 出蛋蛋 然后再回来试一试 今天推介的是 第一托拉基 为什么要推介第一托拉基 很好的 好人 第一 阿爷要发展农业 每年都要这么说 しかも 今年 似乎是 throwback 因为第一托拉基 这里最高位11块 是从2011年 哇 真是高可惜 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 倒向去年三曆 真正一下 由11元見到1.2元 不見了九成真是慘 在這點入面來說 再開始慢慢彈上來 這個彈上來 就似乎可能和這裡挑戰這個高位 而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我並沒有用到這個平均線圖 這個平均線這裡 3月這裡是升穿了所有的平均線 10、20、50、100、250都全部升穿了 今天3月1日 這個月算圖 只要這個月度繼續站起4.36 它就將月算圖上升穿了所有的平均線 再連續3個月 這樣就肯定地 它將會再有一個大的發展 大的發展 上面要看多少呢 5元 7元 以至去到11元 行不行 我不知道 不過只是說 他們那個惡劣環境 似乎已經擺脫了 成交也看到是配合的 這個是日線圖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 可以考慮一下第一拖拉機 這個是以往推介的股票 這點是曾經10天前回答 這個是觀眾問題的股票的看法 大家也可以在這裏參考一下 好,多謝大家